大家好 欢迎来到功夫者 我是本期课程的主讲 李读 本期课程呢 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削颠行义的八字功 提到八字功呢 在这里呢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 八字功呢 分别是斩结果化 条顶云领 也叫八字绝 八字功是什么呢 八字功不是说什么 内功心法呀 或者是什么什么功法呀 不是的 这个八字功呢 它属于行义拳 纯实战的用法 也就是说 如果是你行义拳 练得差不多了 我就想去实战 那你可以就是 基本功打得差不多 也可以直接练八字功 练完八字功练好了 这个接头方身跟人打架 甚至你跟人这个 搏击格斗 都没什么问题 这就是八字功 纯实战的打法 所以说呢 八字功里的动作呢 它比较简单 直接 了当 而且这个动作一做 你马上就能领悟到 它的用处在那里 就比较简单 直接 实用性强 这就是八字功 也叫八字绝 有很多人呢 有可能也了解过八字功 在网上学其他老师的课呀 或者是在这个 其他这个 视频呢 教学呀 这个网络上都有 也有充斥的这些课程 但是就是 我教大家这个八字功呢 是属于我诗成 这一脉 所学的 就是削颠 行一学 我这个诗成 沿着诗成所学的 这个八字功 我也了解了一下 其他派系的八字功 这个 反正是跟我们的派系 基本上差别比较大 动作呢 基本上出入也比较大 这个东西没有说是 谁好谁坏 就是 只是说一下我们这个特色 我们这个动作呢 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动作 比较简单 直接简单 其实呢 就是懂削颠 行一拳的这个习练者呢 你会发现 有些习练者呢 或者是看视频也好啊 或者是看那些 什么书啊 也好啊 他会发现 其实这个 削颠这个行一拳的 这个书籍上 包括这些 这书籍上 他这个动作都很简单 他这个动作都很简单 他这个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动作 都是 几个简单的动作拼凑起来的 你比方说这个龙行 有的那个派系 你龙行就 这么 蹦 一跳 这么下 啊 薛连派系 龙行的哈 哎 他这个龙行呢 他就 吓得也不低 啊 不低 啊 就要求你把这个身子盘好了 啊 不低 啊 他是有这个 这个方面的 而且他直接就是 一提腿 一圈 就可以了 所以比较简单 但是这个 俗话说的好哈 大道之简 这个越是简单的东西 你这个动作会 啊 就是马上就能会 但是你要想给他练出东西来 那比较难 啊 所以说这个薛连行一拳呢 他其实比较接近于大道之简 但是说 动作如果是你要练到旗帜的话 就比较困难 啊 这个本节课程呢 也还是那句话啊 我希望这个学员们 要购买我视频的时候 建议先添加我的微信 跟老师取得沟通后 再购买 啊 如果是老学员的话 老师也会给你一些相应的优惠 这个也是咱们老学员的福利 好 本节课程呢 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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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感谢观看